这里就是从32,33,34,35,36,36,37,38,39就是这一块 那么写下来就是0X 这里就WinHacks打开了这个文件的地址顺序和我们写的不一样 那这里反过来就是0X01 你看我们高字节在前016F2818 它就是这个016F2818 看一下我们这个这里判断了一模一样 0X016F2818 那么说明了我们这个ZM按钮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ZM按钮镜像 因此呢在这里判断就是正确的 这里判断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好了我们这个BottomSetup就讲到这里 其实它重点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 BottomSetup 这个这个是判断ZM按钮 是否正确 就是主要是做这个工作的 好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呢 这里我们大家其实可以付一下开发码 比如我们给一个错误的 好我们这个进入Uboot 然后你随便给给一个 比如你Bottz80000000-9000 这是我们随便给一个地址 你再回车看一下 你看它就会提示你 BendLinuxArmZImageMagic 那就是说错误的LinuxArmZImage的这个魔术数 它就是由这里来给你输出的 好了Bott这个BottzSetup讲到这里 我们接着看 接着要看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 看一下啊 到这里了 BottomFindImages 这个还说 也就是这个 这个还说 你看它名字好像什么 BottomFind 找到镜像 对不对 那么找到啥镜像呢 我们看一下 查看定义进去 好这个就是函数 函数也不长 也不长 首先呢什么 BottgetRamDisk 好像是什么 获取RamDisk信息 不好意思 我们不用RamDisk 上面也不需要 到这里 如果支持这种设备数的话 它要一个BottgetFDT 那这个我们需要 它要好像是找到一些设备数的一些东西 这个函数 因为我们这个U-Bott启动Linux离合 我们需要指定设备数 我们刚刚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你看 Bottz后面这个83000000 就是我们指定了设备数的内存中的70地址 所以它有这个 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干嘛 主要是初始化 Images Images全决变量的FTADDR和FTLEN这两个成员变量 进入这个函数 它会初始化它 反正这就比较长了 我们就不去分析 它最终肯定是会初始化这个 把这两个给初始化了 好 那么这个呢就 完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我们教程里面也是大概的讲了一下 你看 Find images 主要是找到设备数 然后将设备数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写入到MGIFTADDR和FTLAN 记录一下 找到设备数 然后将我们这个设备数的一个起始地址和长度写入 到MGIFTADDR和FTLEN成员变量中 写进去就完了 那么这次呢 这样一个这个函数就完了 就是BOOTZSTART函数 我们就已经大概的分析完了 接下来我们又重新回到了 DOOBOOTZ DOOBOOTZ接下来就是BOOTMDESABLE 这个是关闭中断 关闭中断就不用去看 这是跟关闭中断相关 好 接下来就是到这里 DOOBOOTMSTATUS 又是这样一个函数 DOOBOOTMSTATUS 看我们在这个BOOTZSTART里面也执行了一个DOOBOOTMSTATUS 然后到这里又执行了一个TAML 但是接下来执行这个函数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继续到DOOBOOTZ 你看在这里 在这一块 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设置了Aventure.os.os 这个我们要复制一下 你看这个 它设置了什么呢 它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当前要启动的系统是 IN什么下滑线OS Linux 就是代表我们要启动的是Linux的一个系统 应该是在中间这里 表示要启动Linux系统 这个很重要 我们把它标红 一会儿分析要用到 然后接下来就是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看又是DOOBOOTMSTATUS 它的这个状态就多了 这有三种状态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一共有这三种 状态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三种状态 然后我们接下来分析的就是这不同的这三种状态 它处理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 继续再打开这个 在这里 首先呢 你看 我们先来看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个 教程里面 教程里面以后有写的 教程里面就有这四种状态 START已经分析了 那就剩下这三种了 这三种以后 首先第一个是START阶段 我们也讲了 START 这START都讲了 然后是 让我看一下 这个是 FY的DOS 没这个状态 FY的Other 没有 Low Low 子 好像加载什么也没用到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 我看一下 哪几个阶段 我们到底都没有 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分析这几个 就是 BootM下滑键 START 然后下滑键OS 什么什么 就是这一二三种 我们找到这三种对应的状态 然后分析它 这是一个什么BootM START START Rimdisk 不需要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FDG 也不需要 那接下来就进行了这里了 658行 658行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 BootM OS GETBootFunction 这个什么意思呢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应该是 获取到Boot的一个Function函数 就是说 肯定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启动 那一磁力盒的 那么这个函数是哪一个函数呢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去查找 找到以后 把这个函数付给这个BootFN Boot下滑键FN 好 把这个记录一下 到这里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查找 Linux 内核 启动函数 行 我们来找一下啊 注意它这个参数 参数就是OS.OS 是哪一个呢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什么 IH 下滑键OS 下滑键Linux 好 我们到这个函数里面去看一下 查看定义 你看这个函数非常简单 这些红定义给它删了 就只剩下一个这个数组 那么一个Boot下滑键OS数组里面 然后根据这个参数 因为它找到 某一个数组元素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组是什么 找到 就这里 Boot下滑键OS 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哪一个呢 你看这有不同的元素嘛 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这个 IHOS Linux 因为我们这个 给的参数就是IHOS Linux 所以就找到了它 找到它以后 它对应的这个 你看就是DulBoot Linux 这个函数很重要 它呢 就是找到了 Ninux 那盒启动函数 就是这个启动函数 标红啊 我们一会儿要详细分析它的 好找到 那么这个又复制给什么呢 复制给 复制给哪一个啦 我看一下 往回退啊 复制给这个Boot Boot FN 那么也就意味着此时Boot FN其实就是这个Dul下滑线Boot我们Linux 好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来看 这个分析这个分析完以后接着往下我们要找到哪一个呢 就根据这三个启动方式我们来找 这不是不用 哎找到这个Boot M State OS PREP PREP 有这个阶段 那就是先到这个阶段 它运行Boot FN 好 Boot FN 刚刚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 DulBoot FN Linux 这函数 然后它这个函数也有一些函数对吧 我们把第一个 这跟这个 把这个 复制一下吧 好 接下来到这里 其实呢 就是 就是 Dul Boot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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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看一下 这个函数 那 那我们得找到那个 找到这个 Dul Boot M Dul 下滑线Boot M Linux 这个函数 我们找到这个函数 GoTo 就是查找定义 在这里找到了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在哪 是在 Boot M.C ArcArm Lib Boot M.C 里面有这个函数 那么你看 它又是根据不同的启动阶段 来做一些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要的启动阶段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 你看 参数都写了 Boot M State 下滑线OS PREP 那么 找到了 PREP就是这个 那它又要执行这个 Boot 又要执行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是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它应该是做一些 启动之前的 一些工作 它一个重点的工作就是 将对于 设备数 对于实用设备数来说呢 它会 将我们这个 Boot Args BootArgs 这样一个 参数 BootArgs 传递给Linux 内核 那它是通过设备数来完成了 那么 这里我不详细的讲 它是怎么通过设备数来完成的 大家把我们这个文档往下找 找到这个地方 这块 这里有这样大的一个表 这个表 这是我们总结出来 大概 Boot Z的一个流程 它在这里 你看 Boot PREP Linux 它这里是 启动Linux 之前呢 做了一些其他的处理 比如在设备数的chosen节点下 添加了一个子节点 这个子节点叫做BootArgs 然后呢 将我们Uboot里面的BootArgs的这个环境变量的值 写给这个BootArgs 这样一个子节点 那么它的工作就是向Linux内核传餐 这个是使用设备数的时候 向Linux内核传餐 就是这么传的 向Linux内核传参数传餐 好 那么这个 这个还是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又回到了 BootArgs的这个含数了 又回到这个含数里面去 好 那就是回去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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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刚刚就我们分析的 完了 再往下 往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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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你看 如果有这个BotomStatusOSGo 当到了这样一个启动阶段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启动阶段呢 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你看 这三种启动阶段嘛 刚刚分析了上面这个 下面还有这两个 有个OSGo 好 有个OSGo 这会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上面的一个提示是什么 Now Round the OS 现在运行OS 所以的话从这里开始就要开始运行OS了 好 那么这个 把这个又要弄下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最后一个参数 BootFN 然后它还带了一个BootMStatusGo 关键点我们都放下来 然后是BootFN 好 BootFN不用看了 肯定是这个嘛 DawBootMLinux 就是这个启动阶段 就是这个启动阶段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运行啊 长痕定义 好 你看 它运行其实很简单 就调用了一个Boot下关线FN 就是它最后一个参数 Boot下关线FN 那就是调用了什么呢 就是调用了一个DawBootMLinux 它又是调用了它 好 它又是调用了这个函数 那么阶段是什么 阶段是这个阶段了 阶段就不一样了 跟我们上面调用这个是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做的就是什么 那就找到我们这个DawBootMLinux DawBootMLinux 查看定义 好 查看定义以后 我们现在阶段已经变成了OSGo了 你看 BootMStateOSGo 那就是这个 调用什么 调用Boot下关线JumpLinux 看名字嘛 Boot跳转到Linux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跳转到Linux 我们看一下怎么跳转到Linux 然后它有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Emanage 全球变量Emanage 那么Emanage 就已经现在保存了我们这个Linux 内核 包括设备数的详细的信息了 比如 其实地址 什么 入口地址 长度 等等这些信息 它全部都已经有了 那么它要是运行的话 就会很简单 BootMJumpLinux 首先这是 如果定义了ConfigARM64 那这是64位的ARM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A7不是64位的 我们A7是32位的 上面这一些全部都没用 接下来你看 某视野ID 机器ID 首先是获取到机器ID 等于 等于什么 JDBDB 什么ARM 这就是机器ID 获取到机器ID 获取到机器ID 这个 为什么获取到机器ID呢 你Linux 那盒启动 那我知不支持你这个机器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它会启动Linux内核的时候 启动Linux内核是一个函数啊 是运行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Linux内核的函数 那么这个Linux内核这个函数 就会检查这个机器ID 哎 我现在这个系统支不支持你啊 那么这个ID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由Uboot传递给Linux内核的 那么这个ID就是这个JDBD 这个 就是这一行嘛 ID 但是呢 这是针对于老版本的Uboot 也就是说不使用这个设备数的时候 当我们使用设备数的时候 这个模式ID就已经没意义了 不会用了 也因为我们使用设备数 是通过设备数的一些信息来 检查这个系统内核 是不是支持 当前这个板子的 所以的话 其实对我们Linux来讲 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模式ID没意义 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这里你看 Kernel Intray 我们看 Kernel Intray Kernel Intray这个函数的原型 它是这样的 就是上面这个 我们复制下来 这个Kernel Intray 好 那么这个函数是哪呢 你看 Kernel Intray 函数 它其实函数名就是这个函数的属地址 那么这个函数名 你看 这个函数名它的地址是什么 是Emerginged-EP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Emerginged-EP 这个EP就是等于一个 Linux8780000 这个对不对 8780000 这个 嗯 这样 我们 Linux那盒里面 我们把这个打印一下 别到时候讲错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Emerginged-EP 打印出来 看一下是多少 好 打开这个是 这个在哪一个文件啊 我看一下 是在 bootm.c 是ArcArmlib里面的 concept p Arc 那那个 bootm.c ArcArcArmlib里面 好我们找到这个 好我们找到这个 函数 好这个是boot jump linux 这里看 Curl in 好我们在上面 Printf 打印出来这个 images-ep 等于 几x 我们以16进去打印出来 images-ep 好 我们把它编译一下 这里 make-v 等于1-g12 编译一下 这是编译错了还是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以后 编译成功以后 我们把这个 这是uboot 那我们就是copy cpy u-boot.bin 好 我们把这个点并文件放到哪里 放到 home所中 Zdktf-tp linux tftp 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下面去 我们直接 启动uboot 启动uboot 以后我们 tftp 878000 然后是u-boot.bin 就是把刚刚这个编译出来 这个uboot.bin文件 下载到这个8780000 这个地方去 好下载完成以后 那我们就够8780000 这车 好看一下这个编译时间有没有问题 这是9月20号 没问题 现在是9月20号 这是我们刚刚编译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来启动一下 那么我们启动的话就是tftp8080000 zimangy 8080000 zimangy 先把系统经营下载下来 好 继续 tftp 830000 又是很长的那样一个文件 imx6ull-14x14-emc-7-1024x600-ct dtftp 好 bootz 8080000 830000 回车 哦 写错了 是bootz 不是boot bootz 好 启动了 启动以后呢 好了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输出信息 有 imagineintro intro就是8080000 没问题 那就是没错 那么没有分析错 那么这个intro cernlintro 那么它的一个 那么它的一个地址就是8080000这个东西 就是它 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写错了 80080000 那么这就是这个cernlintro这个函数的一个地址 而这个cernlintro明显是theimagined的 它是theimagined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get什么machineidea等的这往下往下往下 到这里一个到这个这一行什么annonce and clean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是干嘛了 这个函数首先输出了什么printful starting kernel 那么我们linux内核启动的时候 我们看就这样一行 starting linux kernel 启动linux kernel 那么这一行是由u-boot输出的最后一行了 那么往下就是我们这个 你看boating linux 就是linux内核就开始启动了 这里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输出 start starting kernel 好 这一行信息的输出就是我们这个u-boot的绝畅了 就是这一行 完了以后会怎么办 你看r2 r2 r2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使用设备数的话 r2就是我们这个设备数的首地址 好 如果不不使用设备数的话 那就是一些参数 应该是传递bootax这个参数了 就是它 那么我们使用设备数r2就是一个设备数的首地址 然后最终你看 一定要用kernelentry 设备数 kernelentry 启动 Linux 内核 就这里 那么这个kernelentry有三个参数嘛 第一个参数 z 毫无疑问就是一直都是零 第二个参数是ark ark的话它这里是machine id嘛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如果你是老版本 我们这里文档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文档里面讲了 文档是在 哪里 好在这里 是视力代码32.3.6.3 不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在 这个32.3.6.2 就是这个bootjump linux 最后面嘛就是这个 讲这里我们接下来这会儿就讲了 继续到这个 看到这里315到318 315到318 315一直到318 你看就这几行 这几行他说是设置r2的值 为什么要设置r2呢 你看kernelentry呢 Linux内核一开始也是会变代码 所以kernelentry肯定也是个汇变凯数 那么这个汇变凯数有三个参数 r0 r1和r2 那么向汇变传递汇变凯数传递参数呢 是通过r0 r1 r2来传递的 那么r0和r1 r0就是0 这里r0就是0一直是0 r2呢r1呢 第二个参数就是machinid 如果是machinid 但是呢这个machinid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呢6ul的Linux呢 我们只使用的是设备数 所以第二个其实没意义 而最后一个参数r2 r2呢我们使用的设备数 就是设备数的70地址 所以呢 这个呢就到kernelentry 从此呢 你看我们文端列写了 从此呢kernelentry一旦运行就进入Linux内核 并且呢此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就再也回不到Uboot了 除非系统重启 那么也就是这个kernelentry 也就是我们这个Linux内 那个Uboot的一个 使命的一个终点就到这里了 那么Uboot类似类活就是运行一个kernelentry 就是这个 Uboot的最终使命 启动Linux内核 好至此呢 这个Uboot的整个启动流程 我们就已经过了一遍了 那么可能里面讲的有点复杂 有地方可能也讲的不清晰 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也会懵 毕竟是这个Uboot越新了 Uboot它越复杂 如果说这个看不懂 或者是哪个地方卡着呢 一定不要在那里死降啊 就降到那里不往下进行了 如果哪个地方看不懂 我们可以跨过它 看其他的地方 那么这个也不要想着说一次性 就能把整个Uboot的启动流程 给它看完 看清楚 就是看懂 那能看懂最好 但一般情况下呢 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 大家如果说看到有疑问啊什么的 你也不要气馁 就是说哎呀 怎么这么笨啊 这些东西都看不懂 这个呢 不是你的问题 那大部分人学Linux 你让他第一次看这个Uboot的启动流程 基本上别人都是懵的 好了本件我们就要这里 接下来呢 Uboot的启动流程 Uboot如果启动Linux那盒的 我们都详细的讲完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动手移植 我们这个N制服官方的Uboot 到我们证定员自制课 阿尔法开发板上 到我们证定员自制课 这次就说到我 都会稍微认识